欢迎收听有声书 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五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十章 连衡大事出具规模 秦桧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 公元前315年 秦国刚刚结束对楚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 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 率军与秦军大战于着泽 刑事十分紧张 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弊上官 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 韩国大臣龚仲鹏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 他向韩宣王建议 秦军打来了 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 但以韩国的力量 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 以下沉之见 秦国去年攻略巴蜀 意在楚国 金岁公寒 同样也是为了楚国 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 送给秦国一座大城 与秦国一起伐楚 此乃以一师而换二历的好事 所谓一师 就是失去一座大城 二历 一则秦不攻韩 战祸可销 二则与秦公处 有利可图 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 于是命公仲鹏负责与秦国谈判 而且一再叮嘱 要谨慎 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 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 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 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 占据了上游之力 如果再得韩国支柱 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 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立刻宣陈枕进宫商量 陈枕是谁 本书前面说过 武王相国的时候 楚国另引昭阳率军攻卫 又想移师攻其 陈枕从中劝谏 避免了一场化蛇天族的战争 据史记记载 陈枕也是游说之士 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 曾经受到秦桧王的重用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张仪一直将陈枕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必欲除之而后快 多次在秦桧王面前说陈枕的坏话 有一次张仪对秦桧王说 陈枕常去楚国出差 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 而只是对陈枕更加后代 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换取楚国的财宝吧 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 恐怕是要畏罪前逃 秦桧王将信将疑 把陈枕照来问道 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露给楚国 而且想偷奔楚国 有这回事吗 陈枕很干脆地回答 有啊 秦桧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 正正地说道 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咯 果然是张仪 陈枕心里冷笑了一声 说 这事儿不单是张仪知道 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 李四 王二 马子都知道 但这事儿不能说明我不忠 只能说明我太优秀 啊 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 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回答不上来 没关系 我告诉您 是因为他太优秀了 名声在外 人们都争着买他 秦桧王不禁点点头 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陈枕又说 有个楚国人 他有两个妾 他不在家的时候 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 遭到大骂 勾引年轻的那位 年轻的就表示愿意 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 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 愿意娶哪个 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 秦桧王想了想说 年长的那个 对了 陈枕说 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 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 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 又希望女人保守贞结 楚王也不是傻瓜 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 泄露给楚国 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 秦桧王恍然大悟 赶紧向陈枕赔礼道歉 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 可是经过这件事后 陈枕对秦桧王的态度也变了 等到秦桧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 陈枕便真的离开了秦国 偷靠了楚国 从此受命于楚王 来往齐楚之间 办理外交事务 公元前322年 张仪向魏 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 到楚国去邀请陈枕 许诺为以重任 想引诱陈枕到魏国来就范 陈枕差点上当 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 极力劝阻 陈枕才没有自投罗王 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张仪对陈枕是颇为忌惮的 无论是作为同僚 还是作为敌人 他都不希望看到陈枕这样一个人存在 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 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 公孙衍和陈枕 公元前315年 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式 介绍给陈枕听 陈枕捋来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 思索了片刻 慢条思理的说道 秦国想攻打楚国 蓄谋已久了 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 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尸南下 其威胁不可小觑 您听我一句话 马上命令全国警戒 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 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 话未说完 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 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 他心里想 如果是那样 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 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 非也 陈枕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 做好这些工作之后 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 宣称 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 特别是对韩国 一定要多派人手 多带些钱财去做工作 务必是韩王相信您的诚意 这样的话 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 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 更大的可能是 韩国听信了我们 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 不再向秦国求和 而是死扛到底 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楚怀王听了 先是一愣 解儿黑黑笑了起来 连说 你坏 你坏 同意了陈枕的建议 于是楚国全国动员 将战车摆满了下路 摆出一副北上旧韩的架势 与此同时 楚怀王的亲信使者 来到韩国首都新政 对韩宣王说 楚国虽小 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 请韩国也全力以赴 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 战争时期开出的众多空投支票中 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 毕竟 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 太像那么回事了 不由的韩宣王不信 楚国的使臣离开后 韩宣王赶紧让公仲鹏停止活动 公仲鹏大吃一惊 对韩宣王说 侵略我们的是秦国 欺骗我们的是楚国 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 就轻率的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 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 再说 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 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 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 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一定是陈诊的计谋 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 求和之心 楚国一鼓动 您又改变主意 秦王本来志在楚国 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 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在韩国身上 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韩宣王说 你别再说了 我意已决 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 公元前314年 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 在暗门 也就是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 斩首一万 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 与此同时 秦将出礼级徽兵攻卫 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礁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 和区卧 也就是山西省文喜县西 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下路上 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 韩宣王撑不住了 赶紧派人向秦桧王求和 并将大子韩苍送到咸阳去当人质 公元前313年 魏湘王和秦桧王在临近相会 按照秦桧王的意思 魏湘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正为大子 赶走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 还是让田须当了相国 同年秦军伐赵 宫取令城 俘虏赵将赵庄 至此三晋两降一败 秦国控制了魏 韩 踢开了赵国 成功的在关东 也就是韩谷关和武关以东的地区 站稳了脚跟 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 当年张仪提出的 以秦涵与魏之士 法齐楚的连衡战略构想 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 连衡大事初具规模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